香港发展商减价去推销新盘 最近成为一个潮流 发展商减价是减两个价钱 第一个是认认真减车价 代表性的就是屯门商栏 减了一半价钱 成功卖了33件 这个成绩是我估计不到的 同样操作的有屯门黄金海关的二栏 比市价减了两成 成功卖了第一批188件 发展商第二个减价趋势就是减了总价 这个做得比较巧妙一点 缩小了户型 总尺小 整个尺价最后的总价都会缩小 俗称小小粒容易吃 像帕卫森 他除了减了尺价 还减了总价 减了尺价令第一批销售成绩理想 可以卖到9成多 但到第二批他就加价了7% 所以卖得6成多 至于他的总价是怎样减呢 整个跑道区两房正常卖在800尾到1000尺 而他就因为尺寸再小一点 300多尺 可以卖到600尾到700宗 一时可以选货才到800头 相对来说是吸引了 令到投资者或者用家容易入场 发展商之所以可以把单位置得小 得益于科技的进展或者材料的进步 例如本身一个牢具或者一个家电 只有一组功能 因此就一个家电有多种功能 即是发展商可以省下成本 不需要放多样工具 或者家电在厨房里边上来说 就省了些空间 而在材质上的进步 就可以令到墙身做得更加薄 而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总体的居住体验就不会跌得特别快 大屋和小屋之间怎样选择 这个问题的主因就是淺作怪 本土研究社那边也说了一个情况 纳米楼有价有市 是买家期待买入之后 短期内转手有获利的空间 然后再以楼换楼的形式 买入其他非纳米的正常纳米 而这个现象在一个限时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由2019年买下的纳米楼 全线是涉卖 成名纳米楼的炒卖价值一旦离地 很难可以再翻身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 如果真的要买楼 不要买纳米楼 最起码都买进一房 或者看看尺价是否差很大买 而不是被总价拒了 你又不同意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老鱼先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